看一部电影《提拔为人生》 这里是唐思琳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临终千言》 出版社代理商杰克 有着丰富的语言天赋 凭借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不管是工作上说服客户 还是在家里说服老婆 抑或是公众场合说服群众 他都可以巧舌如簧应对任何问题 由于他的表达能力十分出众 刚好对口了他的代理商工作 他也把自己的话言巧语发挥到了极致 时间一长 俨然成为了他为人处事 以及工作上的作风 既然如此 领导安排杰克 去说服镇上有名的印度哲学家辛亚 据说好几个出版商找到签约都没有成功 杰克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们却找了辛亚 开门见山 要让他来自己出版社发表书籍 辛亚先是拒绝了杰克 他把杰克带到一棵树的面前 问他对这棵树的看法 语言大师杰克从思想 身体 精神 各个层面滔滔不绝地胡说一通 哲学家辛亚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说到激动之处 杰克还意外被树杀伤 辛亚看他如此用心 后面就同意了发表书籍 拿下生意后的杰克特别有成就感 迫不及待地来到养老院 告诉了他老妈这个好消息 患有老年痴呆的老太太 总是把杰克认成自己去世的老伴 也就是杰克他爸 不管杰克解释得多遍 老太就是认不出他来 杰克回家后 老婆Mia正打算和他商量搬家 他们现在住的公寓自带永迟 对正在学走路的儿子来说十分危险 杰克左耳进右耳出 丝毫不在意妻子的想法 就在这时 永迟的旁边钻出了一棵大树 眼熟的朋友应该记得 这棵树白天还在辛亚的院子里 对于这个神奇的现象 杰克起初并不以为然 第二天住手小胖告诉他 辛亚要出的书籍 其实只有五页纸 杰克一听就很不对劲 跑去找辛亚核对叶马是否正确 顺便感谢他昨晚送了自己一棵树 辛亚表示他对树一事并不知情 他们来到了杰克的院子 辛亚围着树转了一圈 发现杰克说几个单词 树就会掉几片叶子 杰克试了一下果真如此 辛亚解释 现在的杰克和树修其余共 叶子越少 杰克就会越虚弱 一旦树上叶子掉光 杰克就会死掉 震惊不已的杰克 觉得辛亚在和他开玩笑 于是他拿出斧头 开始砍树 结果他被树弹开了 杰克终于相信了这个结果 吓得他不敢再说话 着急的杰克急于求助辛亚 此时的辛亚 却要远去玻利维亚 参加一个进修会 并表示到时候 他会和自己同事 讨论一下如何解救他 不过他要三天后才能回来 只要杰克这三天内 尽少说话 一切都还有转机 只是没想到 这短短的三天 让他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首先用手写的方式 去告诉老婆米亚真相 可要命的是 手写单词也会掉叶子 无奈的杰克还要按时上班 他去辛巴克买饮料 却因为沟通障碍 买了六杯饮料 扶老人过马路 去因为不能说话 差点闹出人命 这都还是一些意外情况 工作上 他和老板陪客户吃饭 刚好家里的园艺工 再给树出床 于是他浑身难受地 进出洋相 把薯条塞进了老板鼻孔 还把生意给搅黄了 老板当下决定吵了他 失去工作的杰克 和家人的相处 也是一言难尽 他去陪老婆孩子 参加亲子活动 因为不能开口唱歌 被老师判定不配合工作 米亚也因此断定 他不用心陪小孩 生气的米亚回家 和他沟通问题 但是杰克闭口不谈的态度 让米亚气上加气 当下就带着孩子 搬回了娘家 失去工作和家庭的杰克 十分委屈 既然老板和老婆 都不相信他的早远 他找来了助手 和他解释来龙去脉 助手起初也不相信 他就带他到树下 眼见为食 他要助手守在树下监督 他则自己跑到外面 给流浪汉发粮食 给修女院捐款 帮小孩上书旧帽 可是无论他做多少好事 说一个单词 掉一片叶子的情况 依旧继续存在 杰克终于等到了欣雅回归 他告诉欣雅 自己丢失了工作和家庭 现在的她 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欣雅在身表同情的同时 告诉了杰克 一个残酷的真相 他们也不知道 如何解救杰克 没有人了解 那棵树到底会如何发展 但是以他的看法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 杰克都要让自己 保持内心平静 珍惜剩余的机会 却更好地对待身边人 少说多做 用行动去证明 道理都懂 但是杰克还是难以 接受这个事实 醉酒的她 在家里发起了酒疯 要不是助手 即使敲晕了她 她差点就要把 所有的树叶 都说漏了下来 第二天 杰克发现 树上只剩下 十几片叶子了 绝望的她 接受了自己 将死的事情 反而这个时候的她 却感到内心 无比的平静 她翻看了 欣雅的午夜书籍 她先知去找了 老婆米娅 告诉米娅 自己很爱她 并亲了老婆和孩子 然后自己一个人 去了海边 看着过往 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边回想过去 感觉自己 真的没有照顾好 老婆和孩子 最后 她去见了自己老妈 老妈依旧 把她错认为自己老爸 她还说出了 这样一番话 她毕生 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生下了 杰克 这个优秀的孩子 只可惜 杰克每天都很浮躁 让她觉得 杰克每天过得 都很不快了 杰克听完后 很自责 她对老妈说了一句 我爱你 便匆匆 赶到了老爸的坟墓面前 她幻想了一段 和过去自己的对话 劝解自己 放下对老爸的憎恨 憎恨她缺席了 自己一生的成长 最后 和过去的自己 达成和解 就当她说出 三个字的时候 天空突然 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杰克以为 自己快要死了 助手却打电话 告诉她 她家的那棵树 又长起了绿叶 并且还开了一树的花 影片的最后 杰克恢复了正常 她十分感谢 欣雅安排一棵树的考验 让她挽回了 自己的人生 她给米娅 重新买了一套房子 这里更加安静 没有泳池 专门为自己孩子 日后健康成长 做好准备 她还把那棵树 挖出来 种在了院子 正是因为这棵树 让她找回了 自己的人生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了